重生之我在派对闯关变身英雄打CF生化 这个最近刚开启预约的圆梦之星 这是堪比难服一款更比六款墙 好玩的模式太多了 我给你们看这个 首先是这个生化追击 在生化模式的结束上 新玩玩先跑 去防守点拿枪手顶 扯一定时间下个大门就会打开 继续闯下一关 因为加入了派对机关的人数 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右边的进攻路线还有技能也都很多样 但我主打一个生死看蛋不服去干 偷偷给你们说一个小技巧 当你觉得要撑不下去了 可以主动跳下去 就会在这片区域出生 我愣是这样撑到了变身英雄啊 超后血量加千发留在机枪 还能自动攻击 你都不知道有多爽 哎 说不清楚的 你们还是得自己玩玩看 然后这个大乱斗啊 我真是乌龟伴走毒 憋不住笑了 规则就是啊 我的最久的胜利 看下是毒物区域还会刷圈 这些熊猫还自己走下去了 你看这个散发的智慧光芒的眼神 哎 偷袭 哎 别别别别别跌下去 完了 我们被踹晕了啊 赶紧上去 哎呀 一套干掉我笨本血啊 刚刚是谁 是不是就是你 这只紫皮狐狸 你过来 我老虎起跳 老虎睡觉 哎 你松手 哎呦 你干嘛 哎 还好还好 我跟你没玩啊 我这招无敌风火龙 可是从幼儿园就失传的 你别跑 被我逮到你了吗 你给我下去吧 哎哎 双马赢了 没来得及给你们看 这个模式的道具 有帐幕小番茄 定时小炸药 电击小手枪 小心他会 脸脸的 但我觉得最好用的 还是这个乒乓球拍啊 给你拼了 哼的 很年轻之后 到头就睡 冲锋团阱模式啊 甚至还能切第一人称啊 当我走出来 看到这个地图 我清朝老兵的血脉 一向子又觉醒了 还是熟悉的规则啊 率先拿下 40下的队伍获胜 在这里 你可以用 步枪 机枪 线弹 打局 甚至是球棍 简直太嚣张了 但是我喜欢 甚至拿着球棍 过来堵住 阻挡了就是一个不当努 在这里面 大具也很好用 因为腰射三步很小 冲锋局一枪一个 甚至 跳局这种高帅操作啊 也是有手就行 除了之外 还有躲猫猫 武器大师 卧底行动 谁是狼人等等 派对闯关 各类地图也是很有趣啊 季节还有很多 多到说不合的 总之 原木之星 真的是一款 技能发现 我们眼神发电的游戏啊 广告上 朋友们一起约 一起来两码 毕竟朋友才是游戏的最高配 那 我是冰欢 我们下期再见啦